將來紀錄演員 翻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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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大家 期待一久 那我們現在用最熱的掌聲 歡迎我們的唐鄧 唐正希 謝謝 謝謝 然後在 因為後面 後面有一些新進來 可能沒有聽到 就是我們等下進行的方式 就是 各位問什麼 然後政委就回答什麼 所以呢等一下就請各位拿起你的手機 掃一下螢幕上面的QR Code 然後QR Code會帶你到一個網站 然後你要輸入一個號碼 然後你就可以在這個平台上面 線上提問 可以匿名提問也可以句名提問 你想要問什麼問題都可以 那不限於社會創新的東西 那所以最多按讚的人 就是政委會先回答這樣子 所以說你可以就是 大概就是這樣子 好 謝謝 其實大家都已經提問已經20個了 所以我們發現這個空間結構還不錯 就是大家都很勇於這個提問 那不過有些朋友是之後才進來的 所以我們再解釋一次 就是說你可以直接掃這個QR Code 就直接進入這個提問的平台 或者你也可以進入slido.com 這是一個網站 進去就輸入01030幾號 不用輸入這兩個是同一個空間 那這個空間呢我們可以看到 它分成兩個部分 一個部分是大家按最多讚的 就會跑到上面 像第一個現在已經有9個讚了 那讚的數量越多 我們就會越先回答 那為什麼要這樣呢 是因為我們接下來有一個小時 用40分鐘的一個演講 通常呢大家到第20分鐘 就會有一些想要按讚的衝動 這個我也了解 所以就是說就會忍不住 把手機拿出來開始滑 那與其跟各位搶手機的注意力 不如把手機拿來當交材交法 所以就是說你如果看到別人的問題 你也想要問的話 你就按讚就好 它就會跑到上面 這是右上角 右下角是最新的問題 所以說如果你覺得我回答某個部分 你還想要聽更多 或者有一些comment或之類 那就隨時提問 它就會跑到最底下 那所有的留言 預設都是匿名的 那匿名的意思就是說 反正大家都要滑手機 沒有人知道是你問的 所以說呢 就可以問一些比較有挑戰性的問題 因為我們知道 舉手發文不但需要勇氣 而且常常會打個六七折 所以就說 如果大家還是願意舉手發文 當然舉手發文的贏 但是如果就是舉手發文 這個有一些 就是有要打折扣的部分的話 那就不如就直接用最新的問題 所以接下來大概一百分鐘裡面 如果我這個來不及回答完全部的問題 就先跟各位說抱歉 我們是按照大家注意的這個 按讚出來決定 那如果不到一百分鐘 我就回答完了全部問題 大家都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就締造結束 不過這件事從來沒有發生過 所以這次當然也不會發生 就隨時歡迎一直追問 那我們就開始回答大家的問題 那有十位朋友們想要知道說 可不可以簡單說明一下 目前進入行政院之後的工作成果 那因為我現在加入行政院 剛剛好兩年 那我們在明天會有一個記者查緒 那邊有拍一個短片 去解說說這兩年大概做了什麼事 那因為有十位朋友們想要知道 所以我想我們就直接放一下 可能就是比較節省大家的時間 大家還是可以繼續一面提問 都沒有問題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的頻道 然後影片 然後 然後 第十 好 我們就先看一下影片 每一個部會 我聞一下 聲音和聲音 聲音好像喇叭有點問題 但是沒關係 我們就這樣 每一個部會 現在都有一些開放政府 別多人 這些朋友們呢 去專門針對這些 在網路上的朋友們 直接進行對話 之前就知道 這個問題 其他一個問題 我請問那一個情勢 我們應該打喊過 把你這個問題 應該打喊過 來打喊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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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大的事情 我覺得 有這個問題 才能發揮事實質 我們跟民眾一起 一些做出來的 發生的事情 跟民眾一起的聲音 跟民眾一起的聲音 而且民眾會覺得 你也看到 什麼的問題 大家會覺得 是沒有提到 的政策 和分析 人們 來自一個國家 來解釋 他們的過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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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是主導師來設立的規矩模式 讓部隊後來開會來 去播放這些狀況 這些當中是一個很好的 很好的機會 對以前來講的話 已經往前進的一個大力 對於今天我們在後心 後空設計這些觀眾來講的話 會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我今天知道很多民眾 是正在是想要聊天社會企業 是什麼概念的民眾 因為這個時間要設立之下 這個設立的這個創作 也是不錯 我們從來跟高雜課的社會企業 我覺得這座網站蠻有的 我覺得他不好 但蠻有重要的 在網上就把它改善這些東西 如果是這樣 就可以有一些東西 請問多麼 嗯 偶爾 你也在紅色的人 你也在紅色的人 我不是在紅色的人 所以我大概是跟大家說明講 所以雖然我是數位生偉嘛 但是我告訴大家 但是數位政委其實數位它只是一個工具而已 那為什麼說數位只是一個工具而已 是因為說我們在SDG的這個架構裡面 它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說 我們是同時進行永續的經濟 永續的環境跟永續的社會 那在以前呢當然不是這樣 是有點互相拉扯的 好比說你經濟做得不錯 但是有些外部性也去破壞環境 那大家可能下班去當志工 然後去淨嘆什麼 然後去讓這個環境變得越來越好 可是這個過程裡面就會在經濟跟環境中間產生撕裂 社會的互信就破壞 所以呢大家又要去組織一些社會活動 然後繞來繞去就抵消掉大部分的力量 那永續發的目標其實是聯合國在 2015年發現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所以他們從2013年到2015年 透過UndP問了全世界大概100多萬人的意見 說你在2030年想要看到一個什麼樣的社會 然後把大家的想法凝聚成169項互相加強的東西 意思就是說你不管做哪一個題目169項裡面 哪一個目標對其他的只有好處沒有壞處 那這件事情就跟我們以前的想法不太一樣 我們會把它分開想 但是我們會發現我們要把它合起來想 但是到底要怎麼合起來呢 就是靠第17項 也就是促進目標實現的夥伴關係 所以數位就是Digital Transformation這件事情 在聯合國第17項目標裡面 它講的其實是說我們怎麼樣透過各界不同的人 但是累積互相可以相信的資料17.18 透過這些共同的資料來達到說每個人都知道彼此在做什麼 然後就可以因此發現彼此做媒合17.17 然後以及在這個中間它產生創新的時候 我們不是好像是避走自爭的這個狀態 或者是我們是好像殖民式的要對方一定要接受我們這一套 而是所謂的開放式的創新 就是我們解決一個問題 把這個方案分享給國際之後 國際也可以有自己的在地的人的這個新的創法 然後我們再拿回來 然後再就是一種共創的這種態度 這是17.6叫做Open Innovation 所以在每一個17個向下 其實都有這個細項的目標 那這個細項目標才是當時2015年的時候 全世界上百萬人想要看到的 我們這17個icon其實只是一種便於記憶的一種方法 所以大家如果要了解SDG的話 還是要進去看這個細項目標 所以我說我是數位政委 我在國際上大概就是在做17.18、17.7跟17.6的工作 那接下來當然按照大家提問 我會再分享這些工作的相關的一些細節 不過呢這個有13位朋友非常關心選舉 現在14位朋友非常關心選舉 那大家都想要了解說 近期有高雄市的市長候選人批評高雄上一號 又老又窮下一號 那認為高雄大學的學生能夠做哪些工作 讓高雄來擺脫這個既定影響 首先第一個我就不覺得這是一個既定影響 我覺得這是這位可能市長候選人的個人影響 那我自己的想法是說 其實我們在高雄 我就是高雄的所有的國立大學我大概都做過演講 就是包含就是合併之前那三個都分別做過演講 所以其實就是我完全沒有這種有老有窮的這種感覺 然後而且我們在發展就是好朋友前瞻這個技術建設的時候 我們特別就是看到說在高雄這邊有非常多的做 剛剛講的那個用數位的方式 讓大家能夠身歷其境的去感覺到 不管是所謂的ARVR體感 不管是放式大廠這邊所謂的文創 不管是說以海洋為中心的 大家能夠了解到這個台灣的海洋的多元生態等等這些部分 其實根本不是我們就是在台北能夠想像得出來的東西 其實高雄非常非常多創意 而且在台北我們說所謂的青年創意所謂的青創 這個其實已經變成一個潮詞了 就是一個buzzword 那但是其實我們實際去看 就是像我在台北有USR博覽會 跟我們在大鵬灣有南部的博覽會 這兩個接地氣的程度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在台北講青創其實往往就是落入一個 好像就是一個團隊 然後全部都是二十幾歲的年輕人 然後急著就是要用某種方式去解決某個社會問題 但是並不會有一種覺悟 就是說你要先跟他相處五年以後 你大概才比較能夠知道地方的實際的狀態 這種信任感 那但是呢 因為以前談青創就是都是所謂青年創意 所以一方面就是說 輕盈共創的這樣子一種文化 比較難形成 因為青創基地 然後可能就是五六十歲 他到了一個成就到一個程度 他想要貢獻社會的朋友 一看到青創基地四個字 就有點不敢走進去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就很容易產生世代中間的合和 溝通上的落差 可是我們在就是大鳳玩那一次 就看到南部的USR 很可能是因為大家第一個 當然對產學都比較有經驗 知道說產學是一件事情 但是大學去引領大家 往一個新的方向去做思考是另外一件事情 本來就有一個青年人 帶著大家去做不同的想像 的這種在地的信任感 那這種在地的信任感 其實才是我們做地方創生 或者做社會創新所真正需要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幼老的這件事情 就是比較正面的方式思考的話 就是說在這邊的跨世代合作 是比較悠久的一個文化 是比較能夠做到的一個文化 不會像就是在台北 它比較有一個世代之間對立的這種感覺 當然我們在台北也是 就是跟高雄學習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我上任之後 我們就把這個青創基地 全部改名叫新創基地 然後把青創原夢王全部改名叫新創原夢王 因為我們就發現說 其實像這樣子的就是跨世代的工創 跟你解決一個題目的時候 把利害關係能夠帶進來這件事情 才能夠真正的了解社會問題 那如果不了解社會問題 怎麼解決社會問題 所以我覺得這樣子一種就是風格 我覺得是反而是得不要跟就是南部去學習的 那至於說大家具體做什麼工作呢 其實剛剛講到USR計畫 就是已經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工作 不是說一定要大家就是非去做USR不可 但是USR的想法 包裝牌版有點亂掉 但是USR的想法 基本上就是所謂的價值培育 什麼是價值培育呢 簡單來講就是說 在以前所謂輕創的時候 大家想像都是說 跟你大學念個四年 也就是說我會念個兩年 然後就開始創業 那創業呢 其實呢就是成功率大家都知道 都是非常高的 其實第一次創業的時候 像我自己是失敗的 大概四次參與 就是稍微比較有一點心得 那但是呢 如果你一開始就是一畢業就創業的話 那其實大部分的家長會覺得說 那你創業失敗率這麼高 其實會有一些疑慮 那所以呢我們現在的想法 就是說我們透過像USR的 這樣子一種想法 把創業這件事情把它移到 大家大一大二就可以開始做 甚至當我們明年新課 剛出現的時候 可能高中就是一些校定的必修 校定選修 以及技術高中的這些朋友們 一開始就可以在自己 學習的過程裡面去試著創業 那這個創業呢 其實就是我們叫做三種地線創業 這種地線創業 我不知道這邊大家多熟悉 但是我可能還是要回到SDG的那張圖來解釋 然後我昨天就是在意大利 他們意大利的那個G0V成立 這個之後再談 但是他們就邀我跟那個一個叫Jeffery Sacks 他就是提出SDG的聯合國的這位學者 那Sacks他解釋三種地線的時候很簡單 就是說如果你的創業 你同時是想要能夠有一個 永續經營的模式就是賺錢 而且呢同時呢這個造成 就是環境不管透過循環經濟或零排碳的方式 讓環境可以這個世代 留給下一個世代環境更好 而且在這個中間你透過跟你的社區去結合 然後讓大家彼此之間更信任 這就是到了三種地線 那三種地線的創業的好處 就是你很難三個都失敗 就是說即使你找不到影韵模式 發現你搞錯了 但是呢在這個中間呢 環境就已經有所增進了 而且呢你這個失敗的經驗 經濟上失敗的經驗 你可以騙下一個創業的人的參考 又或是想說你經濟上成功 但是呢不小心造成了一些這個環境上面一些不利 那因為你認識了這個 就是跟你有一個合作經濟社區經濟的人 他們能夠來提醒你在環境上你造成了什麼問題 然後甚至去用一些循環經濟的方法去解決 比如說如果你一開始創業的時候 就是要同時做三件事情的話 不可能三個都失敗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就是所謂的這個USR 其實就是讓大家在失敗幾乎沒有成本 而且不可能全面失敗的情況下 就去介入社會 那這樣子介入社會的好處就是說 我們在校園裡面就可以有永續發展的 這樣子一個意識 因為永續發展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每一代人做一些 每一代人做一些 然後把這個地球留給後面的是越來越好 所以本來就沒有一定要在哪一個人手上完成 全部的事情的這種想法 那這個如果能夠在學習裡面 變成學習的一部分的話 首先家長就比較不會擔心 因為不是說你所謂出社會 這是學習的一部分 那第二部分就是說 在這個中間累積的人脈 累積的想法 累積的所有這些東西 等到你真的出社會 就算你不是創業 而是加入NGO 或加入合作社 或加入一個公司 那你一開始進去那個position 就是可以跟經營者 甚至你的長輩 也可以平起平坐的 因為你也有跟他一樣的 這樣子一種創造的一種經驗 那這件事情其實對於我們提升 勞動或者環境 或者其他的民主的意識 也是非常有幫助 所以我們這一次的社會創新行動方案裡面 最大部分的資源 就是放在價值培育的工作 當然後面就是 如果大家就是需要取得資金 需要有一些陪伴或者育程 找到一些CSR 或者BD的資源 或者在創業過程裡面 不小心發現政府的法規打到你 我們就馬上幫你調整 然後或者是在國際上面去找到一些 國際的相關連結等等 這些都是我們的社會主義行動方案 接下來四年 大概88億左右的規模 要做的事情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的引導的價值 就是時間有去發展目標 所以回答這個問題 就是說如果你是大學生 那可能就是從價值培育這個地方 從USR U-START 或者甚至是跟這個新克剛出現之後 你們附近的高中或者國中去進行合作 那慢慢的再走 這樣子一個Pathway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你產生出來的社會效益評估 我相信這邊 尤努斯的Sender 會非常非常願意幫你去做社會效益評估的工作 就可以讓整個社會看到說 其實賺的不是只是錢 而是說能夠你幫未來的時代 未來的人類都可以創造價值 那這個創造價值的工作 其實才是創業要做這個工作 那等到大家都做這件事情了 其實所有的這些比較負面的既定印象 就不攻自破 那有九位朋友們想要問說 為何我在德國待了一年之後 那時候是11歲 就是1992年的時候 決定重新返回台灣 接受正統教育 其中的勇氣從何而來 這裡稍微有一點點誤解 就是我回台灣大概不到兩年就輟學了 所以我其實並沒有接受什麼正統教育 我三年換了三個幼職員 六年換了六所小學 國中讀了一年 然後就輟學了 十年十個學校 從來沒有做過暑假作業 所以 因為都一直轉學 所以這個所謂的正統教育 其實說真的我是完全沒有經驗的 我到國二的時候 基本上就已經不在學校裡面了 那但是呢 那這個就位朋友問的意思是說 為什麼勇於返回台灣 為什麼不在德國就好好的就好的 那這個很誠實的跟大家講 其實原因是這樣子 就是我在台灣的時候 這個可能我記得好像六七歲的時候 我就參與了當時就是解嚴 然後但是還沒有總統直選 中間的這一段 我們所謂的台灣的社會部門 第三部門發展的這個階段 這個階段是這樣的 就是說你剛解嚴 那但是呢其實還沒有總統直選 整個代議民主都還沒有建立 行政院的公信力正當性 還沒有重新透過直選來建議 在這樣子的過程裡面 大概有六七年的時間是 各地不管是做社區營造 做環境保護 做慈善事業等等的朋友 大家非常蓬勃發展的時候 所以我早期的記憶就是 好朋友我媽媽這個李亞琴 她就是幫忙這個幾個人 然後一起創立了那個叫做什麼 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 那主婦聯盟當然到後來 她去經營消費合作社等等 她也變成了社會企業 就是找到一個永續營利的這樣一個模式 但在當時她主要是一個 環境裡面的一個宣揚 所以呢他們就是一直帶我啊 去看這個國家公園啊 包含當事福德坑啊 包含所有這些東西去真正了解到 我們環境的這件事情的發展 那當然後來還有包含就是 所謂的教育改革 就是我們怎麼樣子去 不要填壓式的方法 讓小孩能夠發展出自己的興趣 那至於像社區大學 我們怎麼樣能夠讓成人的終身教育 能夠融合進去每個社區的特色裡面 那當時就是包含黃毓雄老師 或者是石英老師這些老師們 基本上這個大部分的工作啦 我都是那是六七歲嘛 就是看他們的工作長大的 所以在這件事情裡面我在小的時候 不管是我是初學還是轉學 大概都是很花了一段時間 大概四五年的時間 直到我十歲住在花園新城的時候 都是參與了就是台灣在當時 蓬勃發展社會裡的這個過程 那這個呢就呼應到我們現在 所謂的人才外流的這件事情 我們有一個這個很好的一個統計 這個陸委會有一個統計 不過這個並沒有公開 但是可以就是我們有一個統計說 每一次所謂的這個外流啊 其實如果他在小的時候 有長達三年以上的時間 有參加當地社會社區環境相關的活動的話 這樣子一種認同的價值 它是要不可破的 就算你移到了一個就是比較集權的 比較不民主的一個社會 不會因為你在那邊待任何長的時間 你心裡面這個認同或者價值 就有所轉變 那當然到比較自由的地方 像德國啊丹麥啊等等這些地方 那那邊當然很好 但是你心裡永遠有一個說 欸那我學這些有一天 是要這個回來台灣 然後去參加這樣子一種活動 那相反的如果一開始就是完全升學主義 然後在十二年裡面全部都是關在學校裡面 然後不跟社會發生互動的話 那這些朋友們外流之後 大概就不會對流了 大概就不會回來了 所以我們如何在國教階段去綜合 就是剛剛講的這個社會力 讓大家產生一個認同是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我在德國當時 欸確實是接觸到一些比較開放 比較自由的教學方法 但我第一個想的就是說 欸那這個我們應該帶回台灣 然後應該讓台灣的教育 能夠用這樣子的方式 就是去觸發每個學生的自發性 所以這個其實不是勇氣 這個其實就是一個很簡單的一個 就是社會認同的這個概念 那這個社會認同也不是你能夠灌輸的 就是讓小孩盡可能在他十二年國教裡面 有三四年的時間有參與當地的社會的發展 他自然心裡就會有這樣一個根 那所以這個其實不是什麼勇氣 這個就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 那當然我們回台灣之後 並不是直接改革了正統教育 大家可能知道台灣是實驗教育上面是 全世界最開放的地方之一 我們有高達百分之十的學生在現在 可以接受實驗教育 不管是學校型態 非學校型態 團體學校型態等等 那這些實驗教育發展了 到現在已經快十年了 我們實驗教育三法 最近修到說 欸所有做實驗教育的朋友們 他不是好像這個實驗是一邊 這個國民教育是一邊 他是好像這個光譜一樣 你可以任意使用學校的資源 然後你自己有自己的學習環境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我們經過十年左右的實驗 我們就是把實驗失敗的部分 實驗教育其實不一定都成功了 大概有一半是失敗的 那實驗教育失敗的部分 我們就不要把它看成失敗 我們來想說 欸那這樣的教育教法 不適合台灣這個社會 它從國外應辦不一定很有用 但是實驗教育裡面也有很成功的部分 就是他去教大家透過互動來達到共好 就是一個不要把別人當作手段 而是把別人當作有不同的加持的朋友 找到共同加持的這個過程 就是我們所謂的素養教育 所以經過十年之後 那當然我加入了課程發展委員會 就是實驗國教課發會 那我們在做新課的時候 我們就是避開實驗教育裡面 那些已經證明不work 雖然在國外可能很流行的東西 那去特別引進實驗教育裡面 證明work的東西 就是從技能導向 改成素量導向 所以從明年九月開始 我們可以說實驗教育 它是一個research 是一個研究的一個過程 那我們在課發會的過程 經過十年之後 是一個開發的過程 我們把實驗教育裡面work的部分 帶進了慣性教育 就是我們的國民教育 那所以我們可以說 現在的國民教育 就是十年前實驗教育 實驗出來work的東西 我們在明年開始 從小一國一高一 就開始把它roll out 那所以這個呢 同樣的也是 不是什麼勇氣 而是因為大家百花齊放的 做了實驗之後 真的整理出一些 研究小組們覺得真的很work的東西 十一位朋友們想要知道說 對於龐雜沒有交集的免疫 引導產生共識 最重要的關鍵是什麼 我想分享兩件事情 一件事情就是說 要找到最吵的朋友 然後呢 不是有糖吃啦 沒有糖吃 要讓他們進廚房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這是我們辦公室的核心價值 就是建立政府跟民間的互行 左邊就是說 不一定什麼事都要政府做 公民也可以自己做 但是右邊是說 讓公務員可以看到說 你引進最吵的朋友 進來一起做的時候 大家都可以早一點下班 而不是需要加班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們來舉一個實際的例子 在去年五月的時候 有一位朋友 他在我們的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 就是連數的平台上面 有個提案 這個提案叫做 暴血軟體難用到爆炸 那這個提案呢 叫做提點子 但這個其實不是點子吧 這就是負能量而已 那它的那個主文也是充滿了負能量 所以我就不讓大家看了 但是呢 這個總是一個充滿負能量的案子 那當時為什麼呢 是因為大家如果用Mac 或者是用Linux 總是不是用Windows暴血的話 那在這個報稅的過程裡面呢 它會有一個彈出世視窗 引導你安裝一個元件什麼的 但是呢 因為那個綠色被擋掉了 所以呢 就是你就畫面上面想請燒蛋 黃國昌會員好像等了四個小時 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 所以 報稅就已經很不舒服了 那你還要這個 一直被這個見面這個欺騙感情 這是非常非常不舒服的事情 所以呢 大家這個負能量就一時之間 就湧來我們的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 不過呢 好在我們當時已經建立了 剛剛影片裡面有講的 開放政府聯絡人的制度 這是什麼呢 就是每個部會裡面都有一組人 他們像國會聯絡人跟議員 或者新聞聯絡人跟媒體 開放政府聯絡人就是跟這五千個 已經快要上街的 已經快要那麼幾值報表的朋友們呢 能夠直接來進行溝通的朋友 那它是國會新聞資訊管 要靠業務人員去組成的這樣一個跨部會的一個平台 所以當時我們財政部的開放政府聯絡人 楊金橫 他就馬上在三十六個小時之內 在一個半夜 他就馬上去這個線上 當時線上已經一整片的風向 八成都是在說財政部長下台 官冒什麼貪污勾結啊 什麼有的沒有的東西 充滿了負能量 那他就做一些很簡單的事情 他就PO了一個邀請汗 他說罵得最兇的這些朋友們 最沒有公式 最沒有交集的朋友們 請大家兩個禮拜之後 到財政資訊中心 我們一起來做一個明年 更好的版本的報稅系統 我們答應不管你任何意見 我們都會採納進來去具體的進行討論 就是一個邀請大家進廚房的動作 非常非常神奇的 就是當他一邀請之後 風向馬上就逆轉 本來八成都是負能量的嘛 現在八成就變成是 大家就開始分享自己的專業 提供建設性的建議等等 只有不到兩成 還在那邊弱弱的說 財政不上沙灘 已經沒有人理他們了 所以這個就是表示說 這個邀請才是真正的關鍵 就是邀請大家進廚房 那他真的來了 這個天安人卓志遠 我們就發現說 他是一個使用者經驗的 一個體驗設計師 那因為他這個 這方面最專長 所以他看那個報稅界面 就最痛苦 因為誰在乎誰痛苦嘛 所以就是他的這個訓練 就讓他沒有辦法忍受很爛的這個UI 所以呢他就直直進來 那些沒有辦法到台北的朋友 也有很多南部高雄的朋友 我們就透過線上直播的方式 大家同樣也是透過slido 來告訴我們大家的意見 那在這裡面呢 我只要講的就是第二個訣竅 第一個是把大家邀進來 第二個是邀進來之後呢 不要把大家和諧掉 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說我們事實上是用服務設計的這個流程 如果大家學design thinking 這個是最基本的嘛 服務流程開始前收到宣導 服務流程當中安裝元件 到最後這個下載 然後我們去盤點使用者的行動 他的需求 他的情緒 他的感受 以及解決方法 所以就算有五千個朋友們 都有同一個想法 但是這個想法其實就是一張便利貼 我們不是屬人頭 我們是看意見的多元性 那在這裡的重點就是說 網友如果寫字報多 我們就是要貼字報多 我們絕對不能夠去把它 就是公務員有一個反射動作 去把它弄成比較溫和的版本 那這個你就會得罪所有人 所以不要這樣子做 如果網友說華麗到讓人迷惘 我們就要寫華麗到讓人迷惘 那如果呢 這個大家可能記得去年五月 你報完稅 甚至報稅中間 會跳出一些這個 五區國稅局的代表的娃娃 然後說感謝您對國家的 貢獻 然後想要讓你心情好一點 那就有一位朋友 尖銳的指出說 他想到要報稅心情就不好 所以呢不要浪費時間 讓他心情好一點 所謂痛快嘛 痛的東西就快點結束就好 其實就是你縮短這個流程 大家心情不要那麼不好就是了 所以就是說 所有的框架都是可以挑戰的 所有大家貼出來的東西 我們都不去和諧 那只有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才能面對問題 面對問題才能夠解決問題 才能夠把大家完全不同的想法 完全是一開始非常私利 完全沒有共識的東西 被分門別類成這樣幾個 Vertical 然後之後我們就一起辦了 四場的工作坊 在四場工作坊裡面呢 我們就是按照這四個不同的 這個流程的階段 我們包含五區國稅局 左下角的官貿網路 網路開發政府聯絡人 我們PITES 引導員 跟右下角就是那些最在乎的這些朋友們 就直接過來 就是罵得最兇的 那他們來了就發現說 其實他們本來其實在網路上很多是腦補 大家以為官貿網路怎麼樣 以為活稅局怎麼樣 可能他們真的不是長這樣 使大家一個片面的印象 所以他們見面之後就一起去創造了 就是去年市場左邊這樣 去年市場右邊這樣 的這樣子一個包含的系統 那當然右邊這個呢 是96%的滿意度 這當然還不錯 但是那重點是 第一個 4%不滿意的朋友 也知道他們的想法 會進入明年的包含系統 它是有一個溝通的地方 那第二個也是更重要的就是說 在這個道場裡面 我們有上千位朋友 就好像一磚一瓦 就是你蓋一個廟嘛 裡面至少一塊磚是你蓋的嘛 那這樣的話大家就會有一個認同感 覺得說 你這樣子一起做出來 那他就很願意去幫忙說明 去幫忙甚至做一些客戶支援的這些工作 而且呢 其實我們砸足夠多錢 大概就可以做出漂亮的東西 但是這一案呢 因為有一些貢獻的朋友們 本身是學資訊工程 他有學到什麼呢 就是說 我們在報稅的時候 只有5月1號2號有這麼多人 然後到最後5月底的時候有這麼多人 其實中間大概都沒有幾個人在報稅了 大家都是只是頭跟尾 那他就注意到說 我們租這個機房 中華電信的這個機房 都是每天都在付最高的流量 跟最高的頻寬 其實很浪費 國家資源 所以我們如果能夠 用雲端部署的方式 你有多少人報 在做多少個機器 其實在中間可以省下非常非常多的錢 所以呢這個是很難得的 就是說這個案子 他的預算是付的 就是說他是幫國家省了很多錢 我們拿這個錢的一個零頭 來辦這種工作坊 或者是互相溝通的狀況 那公務員不但可以早一點下班 而且呢也不會說 因為他在支援的時候接太多電話 不小心說 那你可以跟朋友接Windows啊 然後就被大家罵爆 所以就是說 無論如何對公務員的精神健康 衛生啊 這個生活品質啊 我想都是有相當大的一個幫助 所以就recap一下 就是第一個 把沒有交集的人 都直接要到廚房裡面公共創造 第二個 把他邀進來之後 不要想著摸頭 不要把人家和諧掉 大家寫什麼 講什麼 就是什麼 有其他朋友們問說 請問覺得少子女文化是必然的現象 還是大環境的造成 這兩個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OK 好 那我覺得少子女文化是這樣子 就是當然我們大家都知道 台灣的人口密度是比較高的 所以當然自然大家就會覺得說 那我在人口密度特別高的地方 那就沒有那麼想要生小孩 其實在日本也是這樣子的 他們發現就是 東京是所謂人口的黑洞 你如果這個跑去東京念大學 然後你不會家鄉的話 那大概就絕對不會生小孩 因為東京人真的已經太多了 那這個是一個很很基本的這個感受 那但是呢 當然我們現在有兩件事情嘛 一個是說 如果我們都往大都市去集中的話 那我們可能五萬到十萬人的這些地方 他的特色到底要怎麼樣被保存下來 他的這個歷史的記憶要怎麼樣傳承 這件事情是 其實USR裡面可能有百分之十左右 都在解決這樣一個問題 所以這件事情的重點其實並不是少子女文化 這件事情是說 我們怎麼樣讓人口去分散到 用網路替代馬路的這樣子一種地方去 其實我最好的一些朋友 我們寫軟體的 我們住在哪裡我們卻沒有差別 因為只要有寬屏網路我們就可以工作 我在蘋果工作了六年 我從來沒有去過Cupertino 全部都是透過視訊 那我在這個牛基大學出版社 也是跟他們合作了四年我只去過兩次 所以意思就是說 其實對我們這些網路上的創作者 就是所謂的數位有目民族來講 其實你只要有寬屏網路 台灣當然到處都有寬屏網路 然後呢有這個有好吃的食物 然後有這個優美的環境 就跟畫家一樣嘛 就是你需要一些靈感 那然後呢有比較溫暖的這個社群 然後可以肯定你的社會風險 其實這些都比這個你的大城市要來的 有吸引力 這個對全世界都是這樣 那只是說我們以前從 以前的意思就是說從去年以前 我們對於就是國際上面 那些想要去這種數位有目民族 是非常的不友善 這是真的 所以才會造成說話 我的朋友 他是台灣人 那他如果認識新加坡人 兩個人要一起做一個什麼軟體創業的題目 九成的機率就是我們去了新加坡 而不是說新加坡人來台灣 那原因就是說 因為新加坡有一個很好的概念 叫做就業金卡 你不需要被一個雇主綁住 你也不需要投資一大堆錢 你只要是這樣子的數位有目民族 你就可以在那邊直接待三年 然後呢有相當多的稅付啊等等 上面的一個優惠 那所以呢因為這樣的關係 我們就是抱持一個 打不過就加入的態度嘛 所以我們就把新加坡整套超過來了 那而且呢這個 除此之外呢我們還加碼 因為我們三年是可以renew的 其實就是說你三年之後還可以再三年 那你來到第二個三年之後 欸就可以規劃 你只要覺得這個對台灣有足夠的貢獻 那永久居留啊等等 都不是問題 所以這件事情就告訴我們說 如果這個大環境它是能夠造成人才的對流 那我們不一定要靠生的 我們也可以靠去吸引就是所有的 包含所謂的僑生啊這些朋友們 來這邊之後呢 他不要被當成外人 他創一個創業不要被當成外資 然後他這個只要能夠認同台灣的這一套 民主和社會這個永續發展的一個程序 他基本上就是盡快讓他當成台灣人 所以那有一個很這個具體的 就是他們這些朋友們來的時候都會發一個拘留證嘛 那一個證號 大家可能知道我們身份證字號第二碼是數字 但他們的身份證字號第二碼呢是英文 所以我們是什麼AEAAR A0嘛 那他們是這個什麼AC啊什麼東西的 那這樣有什麼問題呢 就是你電影票呢也買不到 台鐵呢你要切換到英文界面才買得到 然後呢有各種各樣生活上面不便利的地方 就是因為沒有一個數字是第二碼是數字的身份證字號 那為什麼就是一直把人家當外人看呢 對那所以我們這個應該是前天 我們去官員部長才剛宣布 結果我們討論了非常非常久 就是說我們會從現在開始 我們去規劃一個新的政策 那可能是應該是明年年初吧 我們就會讓所有的現在是ACAD AE的這些朋友們 都變成A7 A8 A9 那意思就是說它就會有跟我們很像的身份證字號 第二碼當然是不同的數字啦 789不是我們012 那但是呢 它在訂票啊在做各種事情上面 它就有一種 我也有類似台灣整號的這樣一種感覺 那我覺得這個雖然說是一個心理上的改變 但事實上這在生活上面已經有非常非常大的不同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就比較不需要擔心少子女化 因為所有人都認同我們這套這樣子的朋友們 就會因為這樣的關係更願意來台灣更願意留在台灣 更願意留在台灣 而且也有像我們今年這個AI 這個非常多的跨國公司 其實我們都是台灣的AI人才 Paper寫得非常好 然後就外流了嘛 就去西谷啊 倫敦啊這些地方 但是呢 因為我們今年推出這一堆政策 很多都回來了 那比如說高雄的這個杜一金老師啊 就回來了嘛 那他回來的時候不是一個人回來 他是帶一團人回來 就是他在Cortana那一團人 所以這個投資報酬率還蠻高的 就是我們放一個人出去他可以帶一團人回來 所以我們繼續營造這樣子的環境的話 其實少子女化就比較不是問題 然後我們是讓他回來的時候 可以挑一個不需要那麼擁擠的 不是那麼大的城市的一個地方 然後透過網路取代網路的方式 給他們一個很好的工作環境 那九位朋友們想要知道說 要怎麼做到一直回答別人的追問 還能夠鬧得清楚 有邏輯的回答成提從之前2017 會來大人物 對唐鳳的印象就已經非常的深刻 好 那大概有兩個秘訣吧 一個是說其實在回答的時候 不要急著去提出解決方法 那其實大家在學校學教育 尤其是理工科學的時候 其實常常是會挑到解決方法去 那挑到解決方法去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其實每個人能夠提出解決方法 就是自己的角度 自己的經驗能夠看到 但是呢如果你留一些時間 不要跳到解法 而是留一些時間給彼此的感受的話 那這樣子的話邏輯就會忽然之間 變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那我們舉一個實際的例子 就是我們之前在討論 好像自家車啊 Uber啊等等的時候 我們都是用一個叫做Polis的系統 那這個系統是用AI來帶討論 每一個人是在上面有一個Avatar 然後呢他做的唯一的一件事情 就是針對一個有爭議的社會議題 還有比方說 會不會進入台灣 讓你看到說你的Facebook朋友 Twitter朋友等等這些朋友們 到底他們的感受是什麼 但是誰都不要急著提出解決方法 那這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訓練 因為我們如果沒有共同的事實 那我們當然沒有它訓練彼此的感受 可是通常的感受呢 我們都只給它一點點時間 然後就跳到解法去 所以我們現在在推行的這一套做法 所謂的協奏式治理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就是我們確立事實之後 我們留一段很長的時間 一個月以上的時間 讓大家來確認彼此的感受 同一個事實也許你覺得很懷疑 我覺得很高興 他覺得很憤怒 這些都是OK的 重點就是這些都是OK的 我們透過便利鐵 透過各種方式 讓大家看到所有人的感受 之後再去提出解決方法 這樣的話 你提出解決方法 第一個比較全面 那第二個是說 這個解決方法就可以分好壞 越好的解決方法 就是照顧到越多人感受的解決方法 所以我們在過程裡面 我們當然就看到說 我們隨著呼應彼此的感受 同意或者不同意的位置 就會動來動去 但是呢 當你發現別人的感受 不能充分表達你的感受的時候 你也可以透過這個AI的這個系統 去提出你的感受 讓別人來進行表達 所以我們每一次到最後都是長這樣 就是大家會說 好 我們有一些不同的部分 那這些不同的部分 我們彼此確認了 但是呢 我們就花更多的時間 在彼此都團役的這些 共同的感受上面 那為什麼可以這樣子呢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 在這樣子一個環境裡面 它是沒有reply的 它是沒有回覆這個按鈕的 如果你有回覆按鈕的話 其實大家互相的一個傾向啦 大概就是可能有的人 會攻擊彼此的可信度嘛 有些人會開始貼表情包或者 貓咪圖片嘛 或者就是有一些 總之就是讓討論歪掉的一些東西 就會冒出來 但是因為我們所有的系統 不管join系統 polis系統 大家在用的slido系統 都沒有回覆的功能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大家唯一就是能做的事情 就是提出讓別人更願意按讚的東西 就是我們的consensus statement 所以如果我們在進行公共政策討論的時候 都是先去確認彼此的感受 當我看到一個問題的時候 我腦裡浮現的是 所有之前提過類似的人的感受的話 那這樣子的話 我的腦袋就會比較清楚 我就不會跳到一個解決方法 也許是我的投射 也許是腦部 也許是這些東西 而是說去讓大家能夠更全面的看到說 全台灣甚至全世界在想這個題目的人 是怎麼看的 所以recap一下 就是第一個 心裡第一個想到的是跟問題相處 跟大家的感受 那第二個 當做出回答的時候 並不是說都一個單一的回答 而是說這樣這個回答 能夠帶著大家去看到一個比較整體的一個picture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腦袋就比較清楚 這其實並不是什麼這個特異功能 這個是一套思想的方法 就是先想事實 再想感受 再想解決方法 有八位朋友們想要知道說 政府自憑鼓勵青年社會創新後的支持 準備完成度達到幾成 包括輔導 合作網絡 貸款等等 目前達成的程度為何 這個非常非常好的一個題目 我想首先就是說 我們鼓勵青年社會創新 可是我們鼓勵青年社會創新的方式 是鼓勵青年跟不是青年的朋友們 一起來做社會創新 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們 我剛剛已經講 為什麼把青創都改成青創後創新 這個就不贅述 但是還有一個很重要就是說 其實 stakeholders 就是你要解決一個社會問題的時候 最懂的朋友呢 是正在遭遇這些社會問題的人 所以我們有一個 在國際發展上面 一個口號啦 雖然是口號 但很重要 就是說 我們要 empower the people closest to the pain 就是說 離痛苦越近的人 我們要給他越大的權利 好 那這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就是說如果我們是覺得說 少數人他去代表 所有這些想要解決這些社會問題的人的話 那這個人的代表性 他是非常非常存疑的 因為就算他自己有過類似的情深經驗 他一個人的經驗沒有他代表那些人 所以這個representation 這個就很困難 但是呢 我們如果是 不是representation 而是representation 就是再現再次的讓大家實際看到這些朋友的這個狀況的話 那我們就比較不會有這種好像一個代表去幫一大堆人說話 而是我們透過一些數位的工具 透過民族制 透過剛剛講的這些設計思考的方法 讓大家實際看到當地的實際的這個狀況 那這個實際的狀況 大家一看到之後 就可以去進行具體的解決 所以第一個就是說各位青年 因為都是digital native嘛 一出生大概就有網路了 所以大概大家可以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讓大家看到實際的狀況 而不是急著去用社會創新去解決問題 這是一件事情 那第二件事情是說 所謂的準備的整備的這個完成度 那我這邊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社會創新行動方案的基本的這個做法 這個基本的做法 其實它不是在讓大家去用政府的資源解決社會的問題 這完全不是這樣 這是倒過來的 是說我們幫助所有正在解決社會問題的朋友 解決各位的問題 所以這個跟我們所謂的網路整備度 或者是5G 4G寬屏的整備度 或者高速公路開的那個整備度 是完全是相反的概念 這個必須要先跟大家講得非常非常清楚 就是說我們不是說我們指定大家要做哪些題目 然後我們大家去做哪些題目 然後我們砸這些資源 從所謂top down的這個方式 我們現在是反過來是peer to peer的方式 就是大家告訴我們大家想要解決什麼問題 然後我們透過一套有系統的方法 這套方法大概這邊很簡單跟大家講一下 這邊是我在台北的辦公室 那我們接下來在全台灣各地 大概都會複製這樣子的概念 就是所謂的社會創新實驗中心 這個是在台北的空總旁邊 那這個足球場就是血汗兒畫出來的 然後我們實際把它具現化 可以說也是高雄的貢獻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呢我們可以看到說 這些血汗兒它的藝術天分是超過我們想像 你要我畫我真的畫不出來 這會給人非常有深刻的很棒的一個印象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這個空間本身就是一百多個設窗 一起創造出來 在裡面會有各種什麼五元的三輪車之類開來開去 所以大家對於新的東西都是見怪不怪的這樣一種情況下 然後呢大家一起去決定這個空間 當時一百多個設窗 大家就是透過dot voting去投票 我主持了五場 那大家第一名的就是這個整備度嘛 一樣講整備度 大家對這個空間最需要的是什麼呢 是需要有廚房跟咖啡廳 然後第二名是什麼呢 要一個專屬的廚師 做好吃的東西給大家吃 第三名是什麼呢 每天要開到半夜11點 因為大家吃完晚餐之後 那個開始idea才冒出來 如果你要一般這個政府的育成中心 大概六七點就關門了 你要去旁邊找吃的非常不方便 所以要開到半夜11點 每天都是7點到11點 那第四個就是說 誒 唐鳳每個禮拜來主持 討論很好啊 就不要停吧 以後每個禮拜三都過來吧 對 好 那所以呢 就像劉海公永續發展目標 讓大家放了很多天燈 然後我們就把這些東西都組織起來 誒 全部都滿足 所以我們真的有專屬的主持 十大陸是我們靈魂任務 然後呢 那我們也真的開到半夜11點 而且呢我每個禮拜三 真的就在這邊 任何人都可以來找我聊天 那聊天的過程 大家必須要同意一件事情 就是把聊天的整個過程 全部都公佈在網路上 所以我們在這邊就可以看到這個 剛才這個 副董事長提到 實際來問的問題啊 征服的政策啊 尤努斯社會7個關鍵原則啊 就是說 我們這個不是 不是對特定的人 我這個服務是透過對談的方式 讓所有人都能夠看到相同的政策的進程 所以我們有非常多人就是看了上個禮拜的主持稿之後 下個禮拜來找我接續著談 好比想說 在這一場裡面啊 這個談完之後 其實就是第32次office hour 我們談完又能做這個之後呢 我們接著方元宜 宏林家陳一強老師 就接著這樣子的討論的脈絡 然後呢 我們就繼續討論這個 包含這個公司法啊 或者未來的影響力投資啊 觀察的過渡期啊之類 所有的脈絡都是互相存續的 那這個整備度就不是透過我個人 而是透過大家這樣子 程序著彼此的討論去做到 那當然我們也發現說 實際來找我們的 大概不是住在這個高鐵旁邊 就是住在雙倍啊 所以其實對於 尤其是東部的朋友非常的不公平 那所以 那我是禮拜三office hour嘛 但是禮拜二 每雙週二 我就是去巡迴 所以像這個是在花蓮 然後台東也可以conference in 那同樣我巡迴的時候 因為社會創新時間中心 是各部會都 就是單一創口嘛 那但是呢 我巡迴的時候 不可能十二個部會都跟著我 就是跑到所有的這個偏向 所有的不同的地方 所以他們就在社窗 但透過直播的方式 我不管去哪裡 他們就直接看到 那這些十二個部會的朋友們 其實往往以前 也有接過類似的這種問題 或者詢問 或者法律上的困難 但是呢 因為來都是一張A4紙 或者是說 你要坐四五個小時的火車 只是present個五十分鐘 其實這樣就是不人道的 那我去 我住個一天 然後我實際在那邊去主持 球丟過來的時候 丟到內政部 那內政部以前都是公文回來啊 說這個我們要會 我也服部 我要會什麼 然後會個三次之後 東西就消失了 但是呢 現在這十二位朋友 都是在一個同一個房間 然後呢 氣氛相當的優美 有看到喜悍悍的這個畫作 而且有專屬的主廚 大家都很relax 那在這個情況下 透過螢幕丟過來的球 他就沒有辦法說 我們要會衛福部 因為衛福部就坐在他旁邊 所以這個時候 他就真的能夠幾思逛一 去把一個 懸而未決的很久的問題 像協會能不能設控制的公司 基金會設置控制的公司 然後或者是這個合作社 只有稅集登記 沒有商工登記 要怎麼樣進入才夠程序 所有這些 大概都是十幾年以上的老案子 通常兩個禮拜之內 都可以透過這樣子的方式解決 所以這個是我們的準備度 但是這個準備度 不是我們叫大家做事 而大家提出來的問題 我們承諾說 我們是即時的 去把它進行解決 即使沒有辦法完全解決 我們把這個討論的過程公開 也許在民間 就可以想出 集思光益的解決方法來 有八位朋友們想要知道說 請問 為什麼那個消失了 因為有一個被推上去 OK 有八位朋友們想要知道說 對於蔡總王選後 一反選前態度N 對統治一拖再拖 導致網路上出現了一句話 上一號選前彩虹悠悠卡 選後平權沒辦法下一號 那許多同志朋友覺得被背叛 紛紛後悔 買了一張空頭的紙票 請問唐正恩有沒有什麼看法 我看法是這樣子 就是說其實大法官在實現之後 關於平權的問題其實已經解決了 他真的已經解決了 就是我們就是在說 不管你的心情像是什麼 就是要有相同的權利 跟相同的義務 大家都要這個選擇的權利 那為什麼大法官說 兩年之內 立法院應該要立出一個解決方法來 如果立法院待度不作為 那兩年之後就自動生效 那為什麼其實行政院已經判定完了 為什麼立法院沒有提這個 相對應的這個版本 為什麼沒有開審 很簡單 因為在大法官做出這個決定的同時 公後法一度通過 那現在三度通過了 那公後法一通過之後 大家可能都知道 我們現在十個公投裡面有一半 都在處理這件事情 就是五個公投 都在處理這件事情 那在這裡呢 如果立法院現在就挑了 這五個公投裡面的某個版本 然後去通過 我們就會產生一個憲政危機 就是說如果立法院通過了 然後公投的結果 是跟立法院相反的 那到底是人民的這個 這算復決嗎 這也不算復決 這其實是創制 它一面創制 立法院一面在行使創制權 那我們說不定又要回到最高法院 去回到憲法法庭 再做一次討論 所以 當然大家可以說 就是立法委員這個沒有表態 沒有選邊障或怎麼樣 但是很誠實的跟大家說 如果不是公投法在那個同一個事件 通過的話 其實行政院已經完成了判點 所以 那但是公法通過了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說 那我們 要使立法院達到一個憲政危機 這真的沒有辦法做到 所以現在你去問 隨便哪個立法委員 他都是說尊重公投結果 因為公投法就是說 立法院要尊重公投結果 那所以目前事實上 情況就是這樣 那我當然理解到說 許多年輕朋友們 並不滿意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大家都覺得說 大法官那個事件 明明就是說 應該是直接民法等同適用 不管是專章專解或專條 但是不可以是專法 對不對 大法官那個事件是個抑制嘛 但是大法官又留了一個彈述說 不過如果立法院決定要用專法的話 我們也不反對吧 這樣子 那所以是就是有留了這樣一個 那這才讓我們這五個公投 現在開始有就是操作的空間 所以這個好壞 我想我不去評論 因為公投它也有 讓社會更能夠去討論婚姻兩個兒子 它到底是像我們老一輩 都是覺得是儀式婚嗎 它是一個社會功能 政府只是事後絕緣 或者是我們年輕一輩是覺得說 欸婚姻是一個政府功能 大家是登記婚 那這個社會功能 你辦不辦 你一時隨便 那這個是兩個不同的世代 對婚姻不同的想像 那藉著這次公投 是確實有開始聚焦 開始討論 那我並不是評論說 這個東西公投跟大法官事件 在同一年發生 到底是一件壞事 還是一件壞事 那我很誠實跟大家說 就是現在不會有立法院人說 我們要急著去通過一個公投的一邊 或者另外一邊 因為這樣子會產生現實上的矛盾 這是事情 就是跟大家講 那有七位朋友們想要問說 請問自學的一開始 老師是如何規劃安排自己的主線 支線 技能數等等的規劃 有沒有使用的工具 或者一些特別的方法 有 我其實剛開始自學的時候 尤其是14歲那個時候 我剛接觸到尋求諮詢網 那我接觸到尋求諮詢網的時候 我其實非常介意一個問題 那我其實就是想要找出那個問題的答案 所以才要自選 那當時我在想要解決的問題是這樣的 就是說 如果大家在網路上面曾經有跟這個陌生人 很清楚心事的經驗的話 就會知道說 既然我們跟面對面有一個很大的不同 它就是有一個叫做快速信任感 Sweet trust 那快速信任感的意思就是 我們面對面 我們要可能相處一陣子啊 這個一起吃頓飯啊 這個變成相當好的朋友啊 才能夠開始一起做一些具體的工作 或者是開始分享彼此一些 私人的一些秘密之類的 但是呢 不知道為什麼 在網路上面 只要你的一個關鍵字對了 你的一個hashtag對了 你的一個icon對了 或怎麼樣這個頭像對了 那忽然之間 就把對方當作這個相當這個親密的人 然後呢就可以開始一起去集結 去做一些行動 所以網路的動員能量是非常大的 情緒是非常容易傳播的 但是呢在實體世界卻不是這樣 那當時1995年的時候 我對這個現象非常的著迷 然後很想要找到這個解決 解決這個問題的這個方法 就是說我不知道為什麼 而且我想要知道為什麼 那但是呢 在當時呢 並沒有一個學員們處理這件事情 今天我們會說 這是網路社會學 但是當時根本還沒有這樣子一個名字 它是分散在 在心理學 在哲學 在這個所謂的認知行為研究 人類學等等的 各個不同的方方面面 傳播學等等 所以這個好像說 天上當時有非常多的星座 它已經編得分門別類 什麼細鎖什麼東西的 可是我去的那個方向 剛好就沒有星星 它也沒有星座 所以我只好去把旁邊的星座 靠近我的那些學們 這個採取一個書道用實 隨便找的這個概念 就是說試著去看比較接近的那一本 然後呢去追它的reference 然後就真的看不懂 因為你跨學們詞彙就不一樣嘛 然後呢就寫信去反那個作者 然後說我真的看不懂 然後這個有沒有什麼推薦書目之類的 但非常有意思就是說 在當時網絡網上 因為這個快速信任的關係 所以他不會覺得 我是一個14歲的 英文也不太好的 的這個小孩 他會覺得 就是另外一個研究者 所以他會非常非常認真的 就是把他 把我當作另外一個研究者 這樣子在看待 所以這個快速信任 對我很有好處 因為大家在把東西 發到期刊之前 就會先發一個preprint 什麼是preprint呢 就是說期刊的審約是一回事 大家當時剛發現 全球諮詢網 都po上去 然後讓全世界一起審約 所以有人願意看他的paper 當然大家都很高興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就有一個學術社群 然後大家一起來探究 這樣子一個問題 所以我就回去跟 我當時國中的校長說 你看我們現在學到的 不管大專用書還是課本 都是十年以前的尖端研究 但是我們現在在學的這個東西 十年之後才會進入課本 因為一個主流學說被學界採納 被課發會發現 然後教科書編成 大概就是十年的時間 所以我可以學十年前的尖端知識 或者我可以現在去創造 十年之後的尖端知識 所以這件事情 對我來講是非常簡單的 那所以校長 這個我demo一下 他也被說服了 所以我當時就對工部門非常有信心 我覺得說你講得出道理 這個校長是願意擔這個責任 所以他就說 在讀學來的時候 他就幫忙偽造文書一下 就是說我都有去上課 但是段考沒有辦法那麼容易偽造 最後段考還是去 每次都交白卷這樣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就發現說 其實如果你真的提出一個說 創新的方向 它不是只是解決社會問題 社會創新不是只是解決社會問題 它是改變社會關係 它讓更多本來是習慣某些 比較有制式的解決方法的人 能夠看出原來問題用新的方法 可以解決 所以當時說服校長的體驗 我覺得對我是非常重要 所以簡單來講 工具就是群球資訊網 那個方法就是去看preprint 去看論文 然後把那個寫論文 不要當作什麼大事 它就是另外一個email而已 然後就沒時就email過去 然後忽然之間 就是一開始都是亂入 因為我就沒有那個領域的訓練 但是就不怕丟臉 那不怕丟臉 這個其實在網路上面 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如果你在網路上PO一個問題 那不一定有人願意回答 但是你如果PO一個問題 然後你換一個帳號 用這個很糟糕的方式 回答這個問題 用亂入的方法回答這個問題 忽然之間一大堆專家就會冒出來 然後來指責這個答案的錯誤 然後呢 就是所謂掉餘嘛 然後你就會發現說 有非常多專業的朋友們就會出來 然後就是具體的解答一個疑難 然後你就有個社群了 所以我當時呢 就是學到這樣子一套方法 然後去實際就是用不同領域的方法 去隨便詮釋別人的領域 別人就會很神奇 然後就會糾正我 那糾正我就會學到東西 所以大概就是用這樣的方式 去用完全跨領域的方式 來這個規劃自己的主線跟直線 主線就是我有一個真的很想了解的題目 直線就是旁邊的所有這些星座跟學科跟學員們 有八百朋友們想知道說鐵路都要地下化了 為什麼前瞻計畫 該怎麼都上一套輕軌一下 然後來惡化交通 其實前瞻裡面也是有鐵路地下化的 請不要覺得都是輕軌 確實就是說大家都會提到這個大眾運輸 而且像最近這個院長好像也開始在 拋出一些討論 我們是不是要把全台灣弄成一個路網 什麼這樣子的東西 我自己的想法 就是說我們現在去做這樣子的一種 就是大眾運輸的這個骨幹 這個backbone 是因為我們想要去 讓大家都可以看到說 任何地方到任何地方 他都是可以平均去分散 我們的所謂的行政金融 所有這些這些中心 因為就是賴院長 或者是其實之前林全老師也是一樣 他們有一個叫做區域再平衡的一個想法 當然最極端就是說 立法院整個半導中心是存在那個沒有那麼容易 但是呢 總之新設的機關 像海委會在高雄 或者是之後更多的行政機關 我們會希望是平均分布在台灣的各地 那這樣子的話 當然一方面 好比像說高雄的老師 或者立法委員 就不用早上五點起來 然後搭高鐵 然後去質詢 質詢要回來全民服務 然後一天睡不到三個小時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這樣才能夠 這個能夠過下去 我都覺得難過委員很厲害 那但是這個真的是很不公平啊 這就不應該這樣啊 所以我們的想法就是說 我們透過讓每一個地方都有公共運輸 我們就可以分散各個不同的行政 機能中樞等等 那真正沒有辦法那麼容易分散 像海委會在高雄 可是一部分他們要合作 內政部什麼還在台北 那我們就透過網路的方式 視訊直播4K 5G市政場域等等這些方式 去拉緊這個虛擬的心理上的距離 可是大家的生活 還是應該是平均的分身在全台灣 而不是集中在本來就已經把捷運 或者輕微蓋得很好的地方 那這個是很基本的想法 當然大家可以不同意這個想法 大家可以覺得說 聚集到大毒貴才是對的 那我想這是不同的發展的哲學 我也不在這邊去做討論 但是我是覺得確實在網路 尤其是接下來5G的年代裡面 我們真的是每一個人 他有比較大的瞬間可以發揮 是比較好的 而不是說每個人都是在一個小的 Cubicle裡面 那你要達成這個願景 我想最基本的就是 大眾運輸這件事情 還是會需要解決 所以惡化交通 當然每一個不同的個案是不一樣的 我也很同意說 我們應該有更深的方法 甚至透過VR來透過這樣子的方式 來進行審議 那這個是很重要 那但是大的這個藍圖 我覺得並沒有什麼太大的錯誤 我總想就覺得說 不應該是什麼東西 都集中在相同一個地方 有時候的朋友們問說 蔡英文是不是一個好總統 我當時會投蔡英文總統 其實是因為我覺得 他在他的黨裡面 他是很願意提出一些 其實在他黨裡面 都不是主流的一些進步的一些價值 那當然剛剛講到的這個婚姻品權 當然是其中一個 但是這不是我投蔡他的主要原因 我投蔡他的主要原因 是因為他支持動物權利 跟動物福利 這個是我的 就是主要投他的原因 並沒有什麼其他候選人 把動物權利放在那麼高的位置 那當然可能因為我們的第一家庭 就是你知道 就是不是人類 那就是好像兩隻貓跟三隻狗 對 那我自己 就是當時我投票給他的時候 我也是跟兩隻狗跟七隻貓一起住 所以就是說 對我來講 就是我的家庭其實就是不是人類 那任何願意提高這些 就是權利的候選人 那尤其是不把他們當作財產來看待 因為在我們目前動物保護法 是當作財產來看待 而不是說他有生命權 至少免於受苦的權利 這樣子的看待 那對我來講是非常進步的 那這個在他的黨裡面 並不是主流意見說真的 那但是他願意 在不是主流意見的時候 去進行這樣子的倡議 然後當然還包含 原住民族的轉型爭議等等 那他做的節奏 其實大家都已經看到了 就是說 他會再盡可能不要去摧毀掉 現有的這個公務體系的這個情況下 在可行的方式裡面去一步一步一步推動 那包含國防或者外交 大概都是用這樣子的方式來推動 那這個當然每個人的想法不一樣 但是我覺得他是相當的入實 就是說他這樣子推的每一步 大概都不會退回來 那當然就是也有很激進的覺得說 你推了那即使退回來 至少進三步推兩步 那但是這樣子的話 就是在特別是像動物權利 這種我也不覺得一下子就是主流意見的東西上面 這樣子進三步推兩步 我覺得對整個社會的消耗是比較大的 那他像他這樣子推 雖然像我是 你如果問我 我以前在民間 我說動物權應該要入線 對不對 那但是 就是說我們沒有辦法 一下子凝聚到 把動物權寫進憲法的那個程度 所以像他這樣子慢慢慢慢推 我是覺得對於下一個時代 他是用一種比較永續的方法 就是那我們就等12年國教 新客康的下一代到他們變成多數的時候 說不定動物權入線就有機會了 所以我覺得這不是好或壞了 是說他比較耐心 然後他採取的這個方式 是我覺得比較永續的 但當然大家可以有不同的見解 有八位朋友們說 這個以柯P為契機 各式各樣的人民團體可以參與政治 這樣的新興風氣 對這樣子的浪潮有沒有什麼期許 或者是一些分析 對確實人民團體參與政治 當然在台灣行之有年 就像我剛剛講說 在總統執選以前 其實人民團體的公信力 就已經大於政府了 這是我們一個特色 那我有兩個想要跟大家分享 一個是說我們有一個 國際的一個評比 叫做Civicus Monitor 那我常常引起一個例子 是因為我真的覺得它 就這個圖像 我覺得大家應該多多看一下 這個是全世界 這個包含這邊肯亞 發納馬所有這個 Bangladesh 每一次它發生一個侵害人民的言論自由 集會自由或結社自由的事情 就會在這邊扣分 所以滿分是完全是這個綠色的 那但是每次發生這種侵害事件 它就會開始往下扣分 這個是一個滾動式的評比 那他們每年都會寫一些報告 那你在Civicus Monitor裡面 你如果選亞洲 然後再選完全開放的公民社會 就只有台灣而已 前幾年還不是這樣子 那我們旁邊的 周邊的 整個印太地區的公民社會 都在縮小空間 這個是事實 然後呢 本來還可以維權的 還可以去做一些環境議題的 不是挑戰當權者的這些地方 一個一個都變成鮮紅色 或者至少變成橘色 那所以這件事情 我覺得我還是希望 大家多想一想這件事情 就是說為什麼我們現在是人民團體 能夠那麼好的參與政治 主要真的是因為我們在中央政府 以及各地方政府 都抱持著一個打不過就加入大家的這個精神 我們不會因為大家去集結起來 做了什麼威脅到政府的公信力的事情 就覺得說應該要消失一下 或者查一下水表 或者怎麼樣 我們旁邊的很多的政權 都陷於這種誘惑裡面 那當然我們並不是在說 我們做得比紐西亞 歐洲或者一些北歐國家好 我們沒有做得比他們好 但是至少在這個區域 目前真的確實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常舉一個很具體的例子 大家可能知道 我們在台灣有一個創新 叫做空氣盒子 空氣盒子就是大家如果關心空氣污染的話 可以很容易兩三千塊台幣 買一個小的IoT裝置 直接裝在自己的校園裡或者陽台裡 或怎麼樣 然後他就即時的告訴你 不是環保署裡 你加五百公尺以上的那個觀測站 而是你自己的切身的這個空氣的品質 包含PM2.5之類的 那他們跟這個G01 就是臨時政府的空物觀測網去合作 然後去讓大家不是只是自己看到 而是能夠讓全台灣都一起看到 這樣子最新的空氣品質的這個趨勢 然後任何人都可以做一個製造的站點 就是所謂的LASS這個社群 那他們最近去做水品質了 那這邊呢超過兩千個測點 然後呢 直接分布在這邊 一張圖就讓我們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 台灣數位落差的現況 就是 好 OK 對 不是也是吧 對不對 就可以看到這個實際空氣品質的現況 那我們在國際上 在聯合國相關的組織去分享的時候 很多 尤其是亞洲就有周邊國家都跟我們說 只要在他們國家沒有辦法想像 因為如果環保所數字跟這個網絡的數字不一樣 縱使環保所數字是比較精確的 大家都會相信民間的 因為你有參與嘛 這個是人之常情 那但是呢 所以他們就不會等到兩千多個站點 大概二十個就會請去喝茶了 然後大概兩百個的時候 那個主持人就會被邀進政府裡 那個人如果不加入政府就會消失了 這個是我們臨近的政權 這個常常做的事情 那但是呢 台灣不是這樣 我們環保所看到這樣子一個情況 就是抱持著一個打不過就是二位的態度 所以不但不去打壓 而且我們現在在請工業院去做更便宜 進去做更高的感測器 然後呢 我們就去補上嘛 這些大家公民科學家比較就是沒有在量的這些地方 但是很重要的是說 欸民間也會反映說 比如說大家想要知道哪些是境外 哪些是境內的污染源 這個是可能大家心中最最大的問題之一 那這個時候海峽我們可以看到公民科學家只有 就是澎湖有車站 大家就很想要在這邊放一個車站 那但是大家都知道說公民科學家不可能跑到海峽中間 去架一個車站 但是政府可以啊 因為那邊是離岸風機的場子啊 那離岸風機就是什麼都有 就不會缺電嘛 所以就在那個上面 我們就可以去加測戰 然後即時的讓大家看到空氣的情況 簡單來講不是去否定了民間的正當性 而是承認民間正當性比政府高 然後去補足民間的不足 那這件事情我覺得也是我對現在就是所有的社會團體 加入大家的這個創新的一個具體的一個評價 就是說開放式創新 剛剛大家講的SDG17開放式創新 我們這整套東西都是直接上載到開放緣碼的平台上 在任何其他國家的朋友們 根本不需要簽什麼國對國協議 MOU什麼東西 他們自己下載自己3D print一個case 自己配著很便宜的Arduino或Raspberry這種硬體 他們自己就加入台灣發起的這個網絡 那這個是非常重要 因為這個就是所謂的暖實力外交 我們解決自己的問題 然後我們在那些比較社會上沒有辦法 集結解決問題的方式的這些地方 我們直接輸出這樣子的一個果實 所以我們現在就放在所謂的民生公共物聯網這裡面 包含空品防救在地震水資源 而且我們現在有一個共用的網站 以前在國際上就是你Google台灣在做什麼 大家就會找到四個不同部會的網站 現在有些中文有些英文來彼此打架 那我們現在就是有一個很古典的網 於台灣.GOB.TW 它沒有分地方中央或者什麼部會 它就是台灣是單一品牌 那CI就是當然CIVO IoT 但是它也有collective intelligence 群眾指揮的這樣一個意思 那包含CI台灣 AI台灣 社會創新SI台灣 Smart台灣 Bio台灣 大概都是我們接下來就是對國外的 這樣子一些單一的品牌形象會出去 所以大家就會問了 那為什麼台灣的環團 願意捐這些資源到 這是國網中心 到國網中心 讓老師們去進行科學的分析 以後就不會有 大家彼此指控彼此用片面資料 這種情況最近常常發生 是所有人的資料都集中在國網 那大家的老師們把演算法上載到國網 那為什麼環團會願意上載資料到國網中心呢 那原因是因為其實我們運用了分散式帳本技術 就是從區塊鏈衍生出來的一個叫EOTA的這樣一個技術 所以環團所有這些朋友們的東西 在上載到國網之前都是先做一個快照 然後存到分散式帳本裡 所以呢國網如果篡改資料的話 馬上大家就知道了 所以呢大家就會有這個正當性的這種感覺 覺得說國網絕對不會敢篡改我們的資料 其實國網本來就不會篡改大家的資料 但是就是說在大家不完全彼此互相的情況 分散式帳本技術也可以很快速的讓大家的互相 能夠互相建立 所以我們在這邊的核心價值就是剛剛講的 重建這個信任 信任現在是一個比較稀缺的資源 我們透過分散式帳本 我們透過各種社會創新的方法 來重建這樣子一個信任 那我覺得這個信心風氣是相當好的 而且這些技術真的可以幫忙的 因為你如果分散式帳本就很便宜啊 你就可以買到一定程度的責信 那以前當然你可以去跨國的時候 你也可以去請會計師去驗證啊什麼之類的 那真的是比較貴 所以就是讓創新者在低成本的情況下 去重建社會的互相的風氣 有九位朋友們問說 請問我被問過最多次的問題是什麼 那事實上我被問過最多次的問題 就是我在行政院到底做什麼事情 因為大家看到數位政委是不容易忘聞生意的 所以像今天這個一開始最高票的問題 其實就是同一個問題 那數位政委其實當然除了剛剛講的 數位來促進社會的呼吸 然後青年復全啊 社會創新這個 這個開口制服之外 其實數位政委還有另外一個意思 就是數位嘛 就是好幾位 就是不止一位 所以其實不是數位 是數十位 數百位 數千位 各位只要能夠到我們的網站 pdys.tw就是剛才我們看主字稿的這個網站 其實大家都可以看到 好像戴一個VR眼鏡一樣 看到數位政委到底每天在做什麼 因為我的工作紀錄 包括行政院內部開的會 我在外部這個有人來進行討論 國際上的交流 專訪所有東西的主字稿 它不是像一般的會議紀錄一樣 去就是把最後的彩事啊 進行這個公開 而是我們在內部所有的這個討論的 裡面每一個人講的每句話 像我們新一代健保卡規劃 第四次討論會議 它裡面每一個這個健保署的同仁啊 所有的同仁啊 有什麼創新啊 全部都公布在上面 那這個意思就是說 在以前我們政府資訊公開法 就是我們在政策決定之後 才公開給大家看 大家只知道政策的那個what 但是很少知道政策的那個why 那為什麼呢 因為政府資訊公開法說 你搞階段的資訊 以不公開為原則嘛 那是對公共有利益 有必要者得公開之 那大家都知道這個意思 就是你要每一層的長官都說 有必要才會公開 所以大概都不會公開 那但是我加入內閣的時候 我勞工寫上的條件就是 我看到的每個字的公開 對公益都有必要 以後不要再問了 所以意思就是說 我當主席的每一次會議 全部都在這個上面 那所以這件事情就是說 其實大家都可以當政委 你對這件事情有什麼想法 你用全文檢索 直接做一個搜尋 你大概就知道 我們行政院把這件事情 討論到什麼程度 那我們就常常 我會接到PTT 在內閣啊 這個Mogo01啊 巴哈木特啊 等等的這些朋友 就說我看你的主子狗 我有一個想法 我覺得你就是搞錯了 什麼什麼之類之類 每個人都可以來當政委 所以不是數位政委不是一位 就是數十位數百位的這個政委 所以大概就是這樣子的一個channel 就是是大家的群體智慧 往公部門的一個管道 的這樣子的一個想法 所以大概是 我問我最多次的一個問題 有幾位朋友們問說 請問我左關號或政委這職位 有行政資源 左關號經費有關號 可以支持您去協助 對眾多社會團體的承諾嗎 還是為角色去協助社會團體 去協調尋找政府資源 這裡我要解釋一下 政務委員是做什麼的 我們有三十四個部會 每個部會有主委或者是部長 這個是所謂的Vertical Ministers 每一個管理一件事情 那我們目前有八個 最多可以有九個Horizontal Ministers 就是所謂的政務委員 那我們做的事情非常簡單 就是說如果有一顆球 幾個部會都不想接 那政委就會把它接下來 比方說當時電子競技選手的這個權益 文化部說這不是傳統文化 應該是教育部的事情 教育部說沒有動到身體 不是體育應該是經濟部的事情 經濟部說我們只是做球場 球員跟我們沒有關係 這應該是文化部的事情 這個已經十年了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就沒有人接 沒有人接就是為人接 所以像當時我就是接到這個 然後呢我就去進行一個問題的 重新定義跟再造 然後去說服文化部的朋友說 欸你們圍棋選手 不是你們管嗎 是 那圍棋現在你知道嗎 電腦下比人類好的 對這個我知道 那圍棋大部分選手的練習啊 都是在網路上做的 你知道嗎 欸對我知道 那除了這個表演賽之外 大概現在大概都是在網路上面 下圍棋試試 這樣沒有錯 那所以我其實是一種電競 那所以文化部的朋友想一想 對我其實是一種電競 好那你們已經在這個補助電競選手了嘛 提代儀啊 一些相關的方案 那別的電競選手沒有 這不是很不公平嗎 所以後來他們就願意吃下去了 那對於這個 教育部呢簡單講 就是說這不是體育 這個我也同意嘛 但是有智力運動啊 你們要補助橋牌啊對不對 智力運動 橋牌只有動到手而已 手雞肉而已啊 那跟電競有什麼兩樣 想像一樣 對確實是這樣 那所以它是一種智力運動 所以教育部就把它吃下去了 那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政委其實它是一個pass through 它是讓各部會沒有辦法 處理的新興議題 或者就是不想處理我 的新興議題 在我們接下來之後 不是一直都讓政委去處理 而且我們把它 每個部會該做的事情 把它切好 然後部會就願意去把它吃下來 這是一件事 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說 欸同一件事情 好幾個部會都想管 然後呢 可是呢管的過程裡面呢 往往就覺得說 欸每個做的方法 有點彼此衝突 或者彼此抵銷 那這個時候也是政委所做的事情 那這邊有一個很 常見的一個題目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說剛剛講到 對社會團體的承諾 我們在那個電子 就是連署平台 你只要湊到五千人 我們就有承諾 就是該管的部會會出來 然後跟你進行一個具體的解釋 所以當時有八千多位朋友 請求內政部的空勤總隊 勝出恆春機場 那這個可能大家看了一頭五水 到底為什麼他們要空勤總隊 派黑鷹直升機去恆春機場 原因是因為當然恆春離最近的一個大醫院 有九十分鐘的車程 常常有這個朋友們潛水發生意外之後 就因為當地沒有夠好的設備跟醫生嘛 所以就這個在後送的途中 就發生一些不幸事件 那恆春明明就沒有那麼多人 他們當時是就是讓觀光客來 然後去嚇他們 就是說去擺攤 然後說欸如果你住宿這個發生意外 你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嗎 你還是先來臉書吧 所以很快的就湊到了八千多人 很厲害 好那但是呢這件事情 這個內政部當時就說 我們真的沒有多的黑鷹直升機 那旁邊國防部有個軍營 要不要用一下 那國防部說 沒有那個我們要撤走了 是不是我們開一條快的高速公路就好 那然後交通部就說 那個可能會撤回旁邊的觀光 而且他們真的比較喜歡鐵道 所以那個是不是衛服部 開一個這個大醫院就好了 那衛服部說 我們有送給國防會啊 國防會沒有核准經費啊 其實國防會就是 還是黑鷹直升機啦 這個調派一下 對 所以每個部份都有回應啊 你不能說他沒有回應嘛 但是 就是都是解釋問題 沒有解決問題 所以 那政委的功能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在那個 《光臣防護參與要點》裡面定了一個俗稱冰桶挑戰的條款 所以說 全資金額有兩本以上是我們來協調 但如果A說B主辦 B說C主辦 C說A主辦 大家都協辦的時候呢 對不起啊 君因並列為主辦機關 所有人一起去橫沉 一個都跑不掉 所以 當時 但是 這樣的功呢 就是帶每一個部會的每一個人 這個就真的去橫沉 然後呢 我們就去那邊去跟所有的這個 這個曾經對這件事情表示過意見的所有的這個利害關係人 實際做下來 進行討論 那這裡很重要的就是各級的這個代表嘛 還有包括我們鄉民代表 這個不是PTT啊 他真的是滿洲鄉的鄉民代表 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這個在地的角色 那這個過程裡面呢 我們就發現說 其實這些案子以前都有人提過 可是從來沒有大家自己坐下來 然後一個圓桌大家好好談過 大家呢 都是怎麼樣呢 都是去用拉扯的方式 每個去找自己熟的一員 然後那個一員就去找他熟的聚處 然後每一個解決方案都沒有辦法推到最後 因為呢 都被死底消掉了 所以我們解決的方式呢 就是所謂的以開放為優先嘛 就是 在這個概念裡面呢 就是我們實際的去 就像剛剛邊立天 讓大家看到每一個解法 它的具體的建議 綠色的部分 它的相關的資源 這個藍色的部分 各部會的回應咖啡色的部分 然後跟這個有可能的 insight 黃色的部分 所以我們花了大概四個多 五個多小時 然後呢 最後就聚焦到這個insight上 就是把所有的解法都判定完 那大家在一個小房間裡 由中立也第三方主持人討論 那我呢 我在外面的這個市政庭 然後跟這個所有的鄉民 真正鄉民的朋友們 大家都可以來這個town hall 那我就是像是這個主播 體育主播一樣去解釋 那些專家們現在端出這張簡報是什麼意思 解釋給大家聽 那大家有任何想法 隨時都可以透過slido 或者是可以透過其他的方式 跑來這邊跟我講啊 然後即使有抗議啊 舉白布條這些都發生過嘛 反正衝著我來 那這個時候呢 小會議室 因為是直播到大會議室 大會議室沒有直播小會議室 所以任何這種翻桌啊 抗議啊什麼東西 都不影響討論 那大家都要看電影啊 其實抗議也不會抗議多久 所以討論了五個多小時之後 每一個解法都看電話之後 大概就有一個insight 就是我們如果真的把重症的病人 都飛到高雄的話 那大家對於在地的醫護人員的信任 就會越來越少 那這樣的話在地醫護人員 就不會想留下來 那這個問題只會越來越多 那你後送的情況就會越來越多 所以這不是正確解決方法 正確解決方法是吧 醫師跟護理人員 有一些醫學中心 他支援過恆春 他現在人在國外 都是用slider 來告訴我們這樣一個想法 就是說 我們真的應該把這些人 心留在這裡 那要怎麼解決呢 他們連宿舍都沒有 應該要蓋一個比較好的宿舍 他們有最先進的設備 應該要買最先進的設備 你甚至是讓高雄的醫學中心的醫生 平常在那邊練習 真的發生事情 你把醫生飛過來嘛 不是把重風病人飛到高雄嘛 那在這樣的過程裡面 我們就發現說 對所有人來講 這些都是雖不滿意 但可接受 之前提過這五個解決方法的 每一方的實力都覺得 至少對他們沒壞處 那在這個情況下 因為我們禮拜五討論 隔個禮拜一 政務會議我就拿去給院長 然後跟其他政務委員說 大家都覺得這個是可行的方案 那院長就實際來看 看的時候發現真的是這樣 A9拨3.31 然後就是很純的 很語言 現在就正在加蓋 所以就是說 這是一個非常快速 解決問題的方法 但是這並不是因為 我口袋裡很有錢 事實上這本來就是 應該花的錢 以前的問題只是說 這些錢它花下去 再次總是有一部分人反對 或者是說它會彼此抵銷 但是我們透過這樣的方法 就可以確定說 至少沒有人會反對 至少大家的稅務滿意 但可接受 這樣子其實因為這個錢 拨下去的速度 是非常快的 那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政務委員的工作 大概就是說 去把對大家具體回應的 這個程度化成 大家都可以接受解決方法 那就像報酬軟體案一樣 最好的這些insight 都不是政務滿給的 都是第一線的公務人員 恆利宇醫院的院長 或者是曾經在那邊 服務過的 公費的就是醫學中心 支援的學生 等等這些朋友們 第一線的朋友 聽出來的 我們如果不是把所有 這六個部會 都抓到很純爛 我們根本不會聽到 所以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一個概念 有時候呢 有沒有想要知道說 科技如果可以幫助 台灣產業 尤其高雄的傳產 可以同時讓企業成長 而且員工不必擔心 被科技取代而失業 非常非常好的問題 大家如果是做過 社會工作的 可能有聽過 旨在這個名字 它是職務流程再設計 那旨在它本來的想法是說 如果有一些身心的這個狀況 跟就是其他比較不一樣的朋友們 我們要試著像西漢人士翻號的例子 他們有食品加工廠 那在裡面呢 他們會盡可能去把這個植物 切成比較小的一些段落 然後某些段落 它很適合這些朋友們來做 所以以前呢 是這個就是一條龍啦 然後這個員工就是那條龍啦 就是一個人從頭做到尾的事情 但是你可以切成三段 或切成四段 那裡面有一些部分是特別適合這些 有不同身心狀態的朋友們來做的 這叫指戰 那我們現在和這個時代 其實AI他們就是有點像是 就是有一些特殊身心情況 某些部分做得非常非常好 某些部分非常非常沒有常識的 的一些朋友們 你要把AI看成這樣子的朋友們來看待 所以我們針對AI去進行職務流程再設計 現在是最夯的一件事情 在最近五年裡面 世界經濟論壇統計 因為AI的關係 當然你可以想像到這個軟體工程師啊 或者這些朋友們當然比較多嘛 可是呢 變多的另外一個職權叫做體驗設計師 體驗設計師就是 實際把那個工作體驗流程 他等於跟著你走一次 然後找到一個讓你在裡面的人類 覺得比較舒服的流程設計方法 那他的方法其實就我們剛剛講的 那些服務設計的那些方法 那這些方面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其實我們每個人在工作的時候 都有一些龍的成分 龍就是我們資訊科學叫做 Trip有龍的定義就是說你的輸入是固定的格式 輸出是固定的格式 你中間的判斷跟自己的生命經驗無關 每一個人呢 在這個職務上的時候呢 他只有精確度跟速度的差別 就是所謂工具人啦 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如果符合龍的定義 AI就可以做 那但是大家的工作裡面 其實不一定都是龍的成分 好比像說如果小學老師 他在批改大家的這個數學考卷的時候 那個就是軟 因為任何人在批改 大概結果都一樣 只有速度的差別而已 所以才會要學生交付批改嘛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東西其實是蠻浪費時間 那這部分就可以用AI去取代 現在是有APP啊 你這樣掃過一次 他就幫你批改好了 這是可以取代的 那再舉一個例子來講 比如說台灣自來水公司 他們有很多老師傅 他們做的事情就是 帶著像聽診器這樣的東西 在可能發生漏水的地方去聽 然後聽了之後 他們透過經驗去判斷說 到底附近哪裡漏水 然後呢 繼續把那個漏水點去修好 問題是說 台水的這些師傅們 他們繞台灣一圈 要一年半的時間 意思就是 你從一個新的漏水點出現 到它被聽到 可能要過半年以上 那這樣子的話 當然台灣缺水問題 是比較嚴重的 所以我們這個氣候變遷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一點 但是呢 從胎水的角度來看 其實老師們並不想要 花那麼多的時間 聽一堆沒有漏水的地方 他們的經驗應該是 放在實際的漏水 然後去判斷怎麼解決上 所以他們很需要學徒 那所以他們就參加 總統被社會創新黑客送說 我們有很多血壓 所以有要讓他資料 我們希望找AI的朋友 而且幫我們寫一個 這個對話機器人 讓他能夠及時 告訴我們附近 最可能漏水的點是哪些 我們去的時候 我們還可以透過AI 這個對話的方式 去調教這個學徒 讓他這個判斷更符合 老師夫的這個經驗 所以呢他們參加了 三個月的黑客送之後 就從本來的這個時間 縮輪到以前的十分之一 那叫他聽的這些點 就是最可能漏水的點 那這個也是 植物流程的再設計 人並沒有被取代 人在做的事情就是 更需要創造力 不同的生命經驗的人 做的不一樣的 跟人能夠有互動的 等等這些工作 但是如果你沒有這些做體驗設計 做植物流程再設計 這些分析的朋友 一個人我們在一天裡面 常常是有很多慣性 他沒有辦法快速的去知道說 哪些部分是壯的 哪些部分AI可以進來 那所以台水解決這個問題之後 我們因為透過SDG的這個外交 所以呢 紐西蘭就發現說 他們本來不缺水的 但是因為氣候變成錢 他們就開始缺水了 所以他們就發現 他們的選擇是 要買要跟以色列的公司 買很貴 而成長公司本身不是水公司 他們還要花很多時間 去調整的私有軟體 或者他們可以邀台灣 這個經過三個月 才剛得了首獎的 總統被這個 社會創新黑客送的團隊 去紐西蘭住三個月 然後分享他們的水壓水流資料 幫他們解決流水問題 後來他們選了台灣 那這個其實也是很好的外交 因為一個主權國家 願意把自己的水壓水流量資料 交給另外一個國家的公司 其實他是一定程度的信任 而且台水也有生意可以做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就是同事兼顧環境 社會跟經濟的永續的 一個很好的business model 就是你真的可以賣啊 可是這個賣不是說 好像我殖民式的賣 而是跟你共同創造的 這種東西的賣 所以這件事情 也是大家可以想的 就是當你把智慧有存在設計的時候 這一套經驗 這一套方法 你也可以賣給國際 而且這個時候國際跟你是一個 合作的協作的關係 就不是像以前那種 好像是一個turnkey solution的那個關係 那個雖然是 當然在產業鏈上有一定的位置 但是毛利當然是比較低的 但是這個是完全是 類似顧問公司的服務的 這樣一種功能 那這種功能其實還有margin是非常非常高的 好 我們還有十四分鐘 有九位朋友們 響應一個常在學校聞到廢棋的大學生 這個終於不是匿名的 說這個高雄空物問題嚴重 例如戲隊晚上在球場運動的時候 有時候聞到工廠的飛氣 十八公頃的校園都聞得到工廠的飛氣 是不是有有效的這個監管方式 偶爾我在學校演講的時候 就會遇到這種 我其實沒有domain knowledge的問題 像我去中山的時候 他們問人就說 為什麼學校一直拖掉我們的摩托車 你知道學校怎麼一直拖到你的摩托車 那當然我自己 在民間是有支持一些 好比像說像那個 就是 那個叫做什麼 地球公民進行會 他們有發起一些 就是實際上去做這個 污染檢測的一個活動 那這個呢 當然也是有點靠視 就是大家實際的 不管是自己家空氣盒子 或用其他方式去進行舉報 這些工作 那些工作我想大家可能 比我還要熟 所以我就不在這邊 特別去秀了 但是我這邊想要講的就是說 第一個 其實環保署 或者是這些地方的這些檢察員 他們現在也是處於一個 大部分時間在很容的 工作的狀態 就是在traffic 然後呢 或者是他要實際的去驗證等等 如果我們能夠透過就是協作的方式 去幫助他們省一些時間 那這個其實就是我們民生公共物聯網 很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我們就開始開一下民生公共物聯網 因為有一些大家可以參加的部分 好 對 也有英文了 但是 anyway 那像這個資料應用競賽 這個今年好像已經關帳了 但是明年歡迎參加 好 這個要做的事情就是說 我們有這些大家終於有公信力的 而且說不定有區塊整個帳本 可以責信的這些資料 然後我們也用國際 就是standard的方式 就是標準的方式 censored things這個方式 去進行釋出 但是我們想要問的就是說 這個到底怎麼樣讓地方的環境檢察人員能夠生到實踐 或者是怎麼樣讓社會溝通能夠節省成本 然後呢 所以我是這個 決選評審團主席 但是我們找各個部分的朋友們去 這個看這些資料到底要怎麼樣去活化 所謂活化的意思就是說 去讓公務人員 或者是對環境感興趣的朋友們 去減低他們的工作負擔 然後能夠更有效的去進行mitigation 或者是進行investigation 去進行處理或者是機查等等的工作 那這個呢 是有獎金的 手獎好像300萬吧 然後賜獎了100萬 以我們公務門的這個預算來講 預算比較多的 所以我們現在的想法就是說 任何人能夠透過這樣子的方式 來讓這樣子的污染的處理 變得更有效率 或者是讓這個 即時的這個空氣跟水的東西 不要被人打口水 而是大家能夠去take action 那這件事情其實是蠻重要的 所以這是公務員的部分 那然後透明足跡 因為我其實算是他們的支持三助者 所以我們還是業配一下 這個就完全沒有公務門的部分 這個是唯一個人身份參加的一個活動 那這個也是很推薦大家去看一下 這個就是讓實際的空氣的工作 剛剛的那些檢測 然後跟工廠這個依法必須要公開的這些資料 那它有一個非常詳細的這個做的事情 那這個當然大家可以出現處理 然後如果你是學設計的話 你可以把它往原動票的那邊給 然後還有就是如果你是學資工的話 後面有非常多這個事情可以做 那大家就可以這個去實際看到超標的單位 空氣品質 然後跟幫助在地的環境機殺人員 去減換他們的工作 然後呢這裡面他們有很多倡議 就是讓環保署的資訊公開更多 那當然就是隨著新的法規通過 包含這個有毒物質及關注物質法等等 這些當然公布會越來越多 那不管你要幫忙做前端後端倡議募款 隨便什麼 這個真的是很值得大家投入 我是以個人身份在講這件事情 這個完全沒有 這不是政府的專案 對那所以這個也是很歡迎大家 多了解透明足跡這方面的工作 那至於戲隊跟球場 這個真的不是我的domain knowledge 所以我沒有辦法回答 有久的朋友問說 自由自在的這個個性跟公布的框架 要怎麼樣適應 有一位發明家 他叫Bobminster Fuller 就是Fullery的發明人 就是他有一句名言 他是說 當你看到一個舊的系統 它充滿問題千瘡百孔的時候 你要做的事情 並不是去羞辱它或者對坑它 你要做的事情 是去創造一個新的系統 這個新的系統有一天 就會讓舊的系統 變成沒有人想要去用 所以就是說 並不是去對抗 而是說 我們就試著做一個新的系統 我也很誠實跟大家說 我們用這種協作的方式 在公布門內部 透過跨部會協作 當目前才41案 41案 那我們透過外部的 距離畢業社群的協作 到現在才26案 那意思就是說 所有的這個政策 我們行政院從入格到現在 可能有大概500多個 比較重大的政策 那包含之前延續大概1300個 所以意思就是1300個人 這種案子裡面 目前只有大概60個 使用這種新的方法來處理 這是事實 那我也不就是很非常這個 不隱瞞就跟大家講 但是呢重點是不是 我去適應那1300個的做法 是我希望這1300個的朋友 去看到我們新的做法之後 滴水穿石的自己 把這個文化 帶回自己的部會裡面 這就是為什麼 我們要跨部會的方式 組成我們的團隊 我辦公室的組成方法 是前所未有的 當時陳美玲主委 主委嘛 這個以前還是秘書長的時候 我問他說 我的辦公室 我想要從每一個部會 最多各界調一個人 來組成我的辦公室 所以理論上 我可以有34個同事 現在有22個 那這件事情就是說 其實不是我在督導的部會 而是我讓每個部會的朋友們 再不犧牲他的部會的價值 因為每個部會 代表一個不同價值 的情況下 找出一些對大家都好的方式去推行 那這樣子的話 所謂cross-functional的意思就是 不是我去打他們考級 每個人考級都自己打 也不是我去幫他們找事情做 是每個人自己覺得 這件事情值得做 該做 他就在我們的PIDIS 就是我們的公共數位 創新空間裡面 自己去開張卡 自己去提一個案 那因為我不接觸 這個國家機密嘛 所以我隨時都可以把我們 這個團隊正在做的事情 給大家看 所以這是跨 非常非常多部會的朋友們 每天每天 我就是一起來 大概就是在看盤 那這個盤就是我們自己架的一套 叫做Sandstorm的系統 它是開放圓馬的 那它做的大概就是 大家如果有用過Dropbox 或者這個 Trello Slack 大概就是這樣子一種管理的系統 但它完全是開放的 而且資安上沒有問題 所以我就可以看到說 有些人在做外交 有些人在做漫畫 有些人在做不同的案子 動保 加重罰則 七機車燃料飛 東沙 所有這些東西 所以這個概念是什麼 這個概念就是我們叫做 working out loud 就是說我們工作的時候 不怕別人知道我們正在做這件事 所以在此之前 可能別的部會都不知道這些部會 正在做這些事 但是因為在我們PITES 是一個開放的空間 每個人都知道 每個人在做什麼事情 所以在這個時候 才真的有可能去做成 就是那我的資源可以去補 另外一個部會的不足 這個部會想解的問題 那個部會早就解決了 文化部還在煩惱 他們每年青年村落計劃 他都要重新提計劃 這個年輕人很多時間 花在這個核銷跟一些計劃上面 USR透過2加3的方法 已經解決了這個問題 就是一次編2年的經費 後面加3年的經費 那在USR這邊呢 發現有一些經費 不是就是核銷的burden比較高的時候 青春那邊 他可以透過獎助金的方法 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就是 不斷地讓這些朋友們 在社會創新實驗中心 吃好吃的東西 聽好聽的音樂 然後就有些brainstorming 然後大家就自然能夠互相學習 在每個部會裡面 已經有了創新 但是它就可以快速地散播到 各個不同的部會 那目前當然台南事業 已經進了這一套 開放政府理由人的這個制度 選後就會正式上路 所以我們也希望說 各地方政府也都開始用 這樣子一套新的協作 是collaborative的方式 它不是去加強舊的那套系統 但是呢 它是補那套系統的不足 那慢慢我們可以用新的系統 來處理事情 所以並不是我去適應舊的系統 而是我讓舊的系統 慢慢來適應了我 那有舊的朋友們想要知道說 我國未來五年的數位政策 這個是有一個具體的回答的 而且你看 我們這就是一戰式網頁的好處 你知道到smart.taiwan 連gov.tw就可以一次看到 我們五年的數位政策 那在這裡面 整個DigiPlus的藍圖 因為這是英文的 其實你點這個中文 它有中文DigiPlus的網頁 不過我想我就講一個非常基本的概念 就是說我們未來五年的這個藍圖 它其實是完全是做底下培育的這個成分 它沒有以前的那種好像由上而下 我們一定要發展哪一個產業的這個部分 每一個上面長出來的東西 都是因為我們在底下 去把跨領域的數位人才去透過 不是IT是數位 數位就是我剛剛講到橫向的 跟不特定的協作的那種方法 透過開放式的裝飾 讓大家在學習的過程裡面 就可以達到跨領域的這個部分 所有過時的法規 我們及時的去把它解決掉 去把它修正點 然後在這個過程裡面 再往上去找Network Society 然後再往上才是這些 AI台灣啊 BioMed啊這些東西 所以這個外來五年藍圖 當然如果你看看非常細部的話 有數位國家創新經濟推動 反而那是一個八年的一個計畫 但是最基本的想法就是說 我們就是把這個底下的這個底蘊去做好 然後我們讓私部門跟社會部門 能夠在上面長出來 公共的角色 從以前那個什麼領航者的角色 變成我們在後面去幫大家 來解決問題的這個角色 那這是一個治理的一個翻轉 就是Digital Transformation 那所以如果有興趣 讓我們整個BG Plus的網頁 都很歡迎大家來看 好那剩下三分鐘了 我回答一個程序性問題 為什麼我每個問題都從平板裡面 馬上找出資料來應對 非常好的問題 其實當然很誠實地講 就是說剛才就是兩位在致詞的時候 我就已經先看過大家的問題了 所以兩位在致詞的時候 我就已經把該開的網頁都開好了 其實講起來也沒有什麼奇怪的這件事情 所以在大家這個 研製這個脈絡問下去的時候 其實我平常工作 大概也就是看這幾個網頁 所以我只要開在這邊 我就按照平常工作的脈絡 來跟大家來處理 那如果大家提了一些問題是 我還要想一想 還不像剛剛透明足跡 我就想了一下 因為我很少開那個網頁 那這個呢以後就會存在我的快取裡面 所以呢之後呢 只要跟空氣有關的題目 我就會透明足跡先開在那邊 這個如果需要的話呢才做出來 所以從某個角度來看 這個也是群眾智慧的階級 就是我會開那些網頁 其實是上一場聯講去決定的 所以好比上說 接下來我到了高課大 就會先開透明足跡的網頁 因為大家很明顯很關心這件事情 好那最後推動社會創新期待大學 可以加入的角色跟工作是什麼 USR有一句口號 雖然有一點成槍爛掉 但是我個人很喜歡 那就是有大學的地方就有希望 那這個是非常好的 那這個是非常好的 因為我們所有其他的 社會創新行動方案裡面的相關的東西 我們實際去跟地方去接軌的時候 多多少少都還是受到行政區化的限制 就是一個禮 好不然要設造 那它常常就是一個禮 或者是一個區嘛 那好比像說青村 那它可能就是一個區 或者一個縣嘛 之類 就是說每一個部會 多多少少當它接地氣的時候 它會受到那個行政區域的限制 可是常常一個地方的結構性問題 如果你要去進行一個翻轉的話 它往往那個區域 它其實是一條河的流域 才是它正確的那個區化 或者是說一個這個連續的這個農作物 一級二級三級的這個鏈 才是它正確的區化 可是我們的行政區化 就不是這樣子畫的 所以別的部會很難去透過我們 比較正確的這個區域之類概念 去順著一條河 去順著一個農業鏈 去順著一個故事的一個船 去順著一個這個可能當年平舖 一些別的民族的軌跡等等去進行規劃 但是呢大學沒有這個問題啊 大學在跟地方產生關係的時候 是可以透過大學跟中學跟小學的 這樣子一個就是教育系統去進行串連 他們本來在設定的時候就沒有說 每一個地方一定要每個區一所大學 他沒有這種概念 大學的這個概念是 任何在這個區想要追求這個知識的人 都可以來到這邊 所以因此也可以回到自己在的地方 所以為什麼我們把價值培育當作 這次社創觀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因為如果社創理念能夠融入校園 如果大家都能夠有就是剛剛 永續環境、永續經濟跟永續社會 我整天都穿在身上 十七個東西達到共同價值 而不是離死死裂 這個想法的話 這個想法就可以透過大學 去滲入這個社會的每一個部分 大家如果不知道社會跟經濟 經濟跟環境、環境跟社會 到底要怎麼樣共融共好的話 來大學就對了 那我們如果能夠促成這樣子一種感覺的話 那我們所謂的地方創新跟社會創新 就可以從大學開始 因為大學就是去找出 本來看起來矛盾的價值 要怎麼樣達到共好的 這樣子一種brain trust 就是我們相信大家的腦袋 可以想出這樣子共好的方法 那我們時間到了 因為我一向都準時結束 我們就準時結束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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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rs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